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备战亚运会以及奥运资格赛的比赛,而朱婷却没有出现在集训名单中。 一开始,很多球迷都非常疑惑,朱婷是不是因为伤病没有好才会缺席,正在养伤的她又在哪里呢? 结果就在最近,朱婷的好友姚迪却在社交平台晒照,分享和朱婷在香港庆生的照片。 从画面来看,两个人出现在豪华的邮轮上面,显得非常的开心,之后还被偶遇在香港购物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朱婷自然遭到一些极端球迷的批评和攻击,质疑她只看重眼前利益,不愿意为国家队服务。 对于朱婷来说完全是无望之灾,莫名其妙就成为了舆论的焦点。 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婷遭到网报之后,就在最近晚上8点,斯坎迪奇女排又在微博官宣重大消息。 这个消息不仅是没有给朱婷的风波降温,反倒是火上浇油再度引发巨大的争议。 众所周知,上个赛季,朱婷曾帮助斯坎迪奇取得很好的成绩,成为球队名副其实的一姐。 由于表现出色,赛季结束后,斯坎迪奇已经提前和朱婷完成续约,下个赛季,朱婷将会继续带领球队,向一甲联赛冠军发起冲击。 眼下距离一甲联赛的日程已经越来越临近,就在最近晚上8点,斯坎迪奇官微正式发布球队三大主力领衔的新赛季阵容海报。 目前为止,他们已经官宣新赛季加盟14名全部队员。 本身球队官方可能希望在新赛季到来之前,发布阵容海报体现整个球队的强大实力。 没有想到,海报一发布出去之后,在国内社交平台却引起巨大的争论。 本身一些球迷已经不满意,朱婷一直缺席中国女排集训,却总是跑到国外打球。 最近又在中国香港游玩购物。 结果现在他流洋的国外球队又发布预热海报,似乎预示着朱婷接下来马上就要出战国外联赛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球迷自然非常生气,认为朱婷能够在国外打比赛,却不能回国内出战这些重要的国际大赛,令人失望。 不得不说,这次斯坎第七女排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布海报,选择时机太不合适了,反倒让朱婷遭遇网络暴力后再度火上浇油,不少球迷都是骂声一片。 接下来对于朱婷来说,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个简单的说明,解释下为什么这次不能够回归中国女排,以及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。 再提一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参加中国女排的比赛,会不会出战奥运资格赛或者奥运会。 如此一来,很多球迷知道真相之后自然会原谅朱婷,不再指责她。 否则三人成虎各种谣言都有,对于朱婷的口碑是非常不利的,还很有可能会影响她的正常生活。